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道 台湾小吃 粉圆或者凉圆 QQ的弹性 还有加上少少的甜 凉凉的 怎样做呢?来看看 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个红豆沙 我懒得自己弄吗? 去Bakery店买就可以了 过后呢就将它弄成小圆形 大概6克那么大 放入冰箱冷冻它 大概一个小时 现在呢我们来热一热我们的水 水的分量呢 是看我们的碗有多高 现在等它热的时候呢 我们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木薯粉 32克 倒入90ml的水 过后呢将它搅拌搅拌均匀 均匀 均匀后我们的水也滚了 当我们的水滚后 记得关掉那个火 因为我们只是要拿来泡一泡它 不需要一面煮一面泡 OK关火后我们就将我们的碗放下去 一直一直搅拌它这样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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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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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马上将它拿上来 放入我们的冷布上 如果它变成这种硬块 不要紧张 有方法解决的 就是倒入适量的室温水 通常变成这种硬块呢 是因为我们 泡在热水中啊 太过久了 所以说它变成硬块 我们要的是那种比较水水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只是加一点点水下去先 先搅拌搅拌它 直到我们要的那个浓度就可以了 OK 它的浓度呢就是这样 OK 这个浓度OK了 我们就准备一个盘来 涂一涂少少的油 涂好后放入一旁备用 这个方法呢 是让我们的那个圆粉不粘盘 现在呢 我们的红豆球已经冷了 硬了 方法呢简单 将它放入刚才我们的那个 木薯粉内 那这样搅拌搅拌它 给那个木薯粉完全的包在 这个红豆上 嗯 这样就可以了 记得要包完哦 OK 现在我们就拿去蒸一蒸 水分呢是我们锅的四分之一 记得用最小最小的火 水热后就将它放下去蒸大概八分钟 八分钟蒸后出来的效果一定是这样的 哇 美美的 好了过后呢就将它拿上来 倒入冰水 记得那个水一定要很冷很冷的哦 倒下去给它快速的降温 或者有些人我看过是直接放那个冰块上去的 也可以 好 为了要它更加冷 我们就放入冰箱一个小时 好一个小时后来看看 哇 透明透明这样QQ的非常好吃 台湾的那些夜市场啊 最最最 popular的 所以说大家不妨来试试做做看 保证喜欢 粉圆或者良圆 季节呢 什么季节吃都好吃啦 如果是在那些热天吃的话呢 哦跟你讲是绝对绝对它配的 小孩子也非常喜欢 如果给小孩子吃的话呢 我们建议将那个红豆球弯弄小粒一点 这样会比较安全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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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